琵琶大牌是普里正重要的河川之一 近年来,虽然工部门、学界以及民间团体 积极要将琵琶大牌整理干净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民众 习惯将垃圾直接丢弃在大牌内 有捐于此,普里正公所情节队 在县意员业人创的经费补助之下 在大牌沿途装设监视设备 希望能够嚇阻民众将垃圾丢弃在大牌的行为 当初我们会设在这边 就是因为这边常常就是有钓鱼的人 还有一些散步的人 常常都会有零星的垃圾往河里丢 我们就以这个考量下去设置 长期就是因为运动人口很多 晚上,尤其是晚上散步的还有住宅区 常常都会有整包的垃圾往河里面丢 我们也在清查说哪里比较容易被丢 最主要还是因为太长 而且又有树木遮蔽 所以说不易查 我们就是慢慢的设置录影设备慢慢来抓 县议员业人创表示 为了降低民众丢弃垃圾到大牌的情况 特别补助经费安装监视设备 但是也仅能治标不能治本 最根本的做法还是希望民众能够有公德心 不随意丢弃垃圾 一起将河川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整个家庭的废弃物的垃圾 整袋整袋的往琵琶袋排 里面就顺水的把它丢出去 这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 也非常的没有公德心 来污染我们所谓的普里的母亲之河 那今天我特别用我的配合款 然后装了几支监视器 那其实说真的 监视器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 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普里的证明 能发挥一个良好的公民的素质 把公德心拿出来 不要再乱丢垃圾进去 那这条河才有它干净美丽的一天 副议长排卷也呼吁乡亲 能够遵守国民的好品德 不随意将垃圾丢弃在琵琶大牌内 一起将这条河川 变成一条干净又美丽的河流 记者成为一普里采访报道